嗨,你好,我是David 你好,我是Jam 欢迎你来到好总监 这一期应该是我们威士忌准第三期 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我的好兄弟 Jam 一起来跟我们拼尝 因为Jam本身是一位美食家 那也是一位能力很好的为厨师跟顾问 那想说呢 这一次的这个威士忌的这种味道在酒后 我们希望有一位味觉是很精细的 可以喝辨识出超过酒精味的人来 帮我们品一下这个系列的酒 这个可能应该会加点酒 这几年其实在威士忌产业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大家可能越喝越喜欢 有两种现象 一种可能就是包桶 就是很单一桶 那另外一个现象 大家开始喜欢做很多酒桶实验 所以大家开始会用不同的酒把它装进去 像我一直都蛮想喝我们台湾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南投酒场 就是烟酒购卖的南投酒场 有装荔枝 装过荔枝酒的酒 不过一瓶太贵 所以我只有之前在 一次试喝 不过现在不太记得了 大概是几年的酒 在台湾应该是三四年 因为太热了 不过就它是之前装荔枝酒的 就是那个烟酒公开局的荔枝酒 所以各种酒桶都有在实验 那大家就把它装进去试试看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喝 就说大部分都是苏果兰 只有一次是爱尔兰威士忌 好的 都是一些酒桶实验这样子 那第一次呢 就是我们上一次第二集酒桶 也有喝到这个葛兰姐 那这一次也是让它先放了波本桶 之后呢 再放了这个就是 法国的这个波尔多的产区 里面的这个素带的这个 甜白酒这个产区的这个酒桶 因为红白酒也都会放过酒桶 就是放过这个就是波尔多这个白酒产区 就是说素带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放过它的白酒 那再来装威士忌 算是把它追求 它混过波尔多的 对对对对 把它混过波尔多 波尔多混过的一瓶酒 这样子对 我们来闻闻看 也是很多人说它很棒 我们刚才有什么味道 有闻到白酒的味道 有闻到一个dry的味觉 有种不晓得是药草 药草啊 还是一种 有一种中药草的味道 对 我觉得它香气就是 怎么样 就很像要入菜的那种 挺专业的来讲的不一样 入菜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 它讲出了很多就是 我们比较少用的 不过一切 其实在喝威士忌 很好玩的一个点 就是有的时候有两个人喝 其实会闻到不同的味道 这也是很棒的 因为每个人的味觉 其实不太一样 当下的感觉 对 嗯 我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喝下去 有一种甜甜 跟dry 的一种很美的结合 就是会又甜甜的 像白葡萄那种甜 不过又有那种 dry 不同的就是那种dry 对 它在舌头上面的那种 咬合是 是蛮舒服的 要喝 对啊 现在 现在讲话的那种感觉 又有一点果香的味道 就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对 那也是一点点dry 没有很dry 一点点轻微的dry 对 它是舒服的 舒服 就平平的这样子 这样子 花香味 对对对 还有木头的味 后面 木头的味 好喝 好喝喔 嗯 对这进去 花香味更多 嗯 那个铜味很快就出来 阿特等下听完 我也跑过来又倒一碗 对对 我想阿特应该等下听完 跑过来倒一碗 OK 它真的 不错 你有沒有觉得 很好的一个开始 蛮适合那种 饭后 来一点点 这样子 有点饭后水果 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我 最后这个尾音 现在也有一点点的这一种 坚果味跑出来 蛮好喝的 我觉得葛南 因为葛南杰的 本身它的酒底 就不会太甜 所以我觉得 它装过酒桶之后 那个就是 它的甜就不会 感觉是很 就是还是比较有 有纪律的 再说一遍 大声一点 我听不到 这一瓶也是很特别 是最近 我去 有一次去玩 早到的一瓶酒 那 它 它是唯一里面 不是苏格兰 它是爱尔兰 的威士忌 那它很特别呢 就是说 它这个威士忌呢 是一个爱尔兰的家族 他们家有一块岛 就是Lambay的这个岛 然后呢 一个小岛 然后呢 他们就是跟这个 法国的这个 甘义白兰地 Carnia Grandy 的这个品牌 Carmou 他们合作 用他们的酒桶 装了爱尔兰威士忌 在他们家的岛上收成 很特别 所以他们就是有 就好像在 在海风的味道啊 然后又加上是 这种就是那个 甘义的这个 白兰地 的这个酒桶 然后呢 在一个小岛上面去收成 那本身爱尔兰威士忌 其实它的 因为它振六三四 它的酒体都比较轻一点 更顺一点 这样 它有难一点 试试看 甜甜的糖果的味道 很甜 很甜喔 嗯 不知道 因为本来 Carnia的那个 白兰地 就蛮甜的 爱尔兰威士忌 而且很轻 有薄荷的味道 口香糖 甜甜的口香糖的味道 喝喝看 有闻到什么 除了甜之外 就是有那个棉花糖的香味 诶 嗯 很柔和 很柔和厚 对对很柔和 在那种 有很温柔 很温柔厚 对很温柔的味道 可以说完全不会 完全没有那一种辣的感觉 一点点 一点点 轻微 轻微 嗯 有棉花糖 嗯 我觉得这个女生也会喜欢 嗯 这支酒很 很 很赖 很舒服 它其实真的很适合 那种放松 想要一点点 那个 嗯 平常小酒的感觉 对 真的还蛮适合 我觉得有 会让我想到 就是加冰宽以后 然后喝的酒 一个碗很甜 嗯 轻轻柔弱 嗯 嗯 真的很甜 很甜喔 嗯 那那个 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甘利啊 就是白人币的酒桶 它大部分都是用法国的项目 下去做的 对 然后呢 它酒桶大概是300公升 所以比美国的200公升 又大一点 不过没有雪地的500那么大 那红酒桶呢 就是那个 波尔多它的红酒桶 和白酒桶 差不多是220 所以比美国的这个波分桶 200要再大一点 那它有 它有可能是用美国的项目 比较多 或者是用法国的项目 所以上面有不同 国家的项目会 也是有不同的 也是有不同的 那不过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们用的原因 都是跟产地有关的 因为你今天在美国 你用一个美国的项目头 你不用运保 也比较环保 你用法国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都是禁地取材 这样子 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 那第三支呢 就是第三支 第一支是葛兰飞地 那葛兰飞地 这几年其实他们的这个 算是首席的 算是调酒师 Brian Kittsman 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 实验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一部分 大家现在不要只是说经典款 或者平常的这种常态款 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 他都会做一些实验系列 这样 这两支都是他的实验系列的 那这一支呢 是他很特别是说 他有两个部分特别 一个部分是说 他所做的这个酒 是有泥梅味的葛兰飞地 一般葛兰飞地 不像艾雷岛的酒厂 会让人家想到是用 葛兰 会有泥梅的这种 就是会有这一种 就是mout 老土嘛 他不像艾雷岛一样 他不会用这个土下去 烘干干干的麦 所以他一般 他的酒都是没有泥梅味的 unpeated 那不过这个很特别 他们一年 好像只有一个礼拜 或是听说会去生产 这种peated的威士忌 也做一些在手上 他这次他特别选用 很稀有的这一种 他们的这种 泥梅味的威士忌 然后放进去 在南美洲他去几个酒厂 特选了一些不错的 那个兰姆酒桶 就是专过兰姆酒的酒桶 然后去把它收成 那兰姆酒桶大部分 在这个 兰姆州都是用波本桶 所以就是说 装过威士忌的波本桶 到了南美洲 装了 那个兰姆酒 然后再拿去苏格兰 再用 装一次威士忌 很有这种 循环经济的概念 这个颜色的差异是 这个味道 不过我猜这一支 应该不是天然颜色 所以其实 我看一下他 对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酒厂 就是说 尤其苏格兰 他都会加颜色 会去调色 为了让产品更稳定 更好看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 都不太知道 他到底颜色是天然的 除非他有讲 一般有天然的 就会想 natural color 所以他有天然颜色 不会去规定 说需不需要粮食 对他没有规定 不过大部分就是说 要是说今天他是天然的 大部分他就会讲天然的 因为这是比较现代的做法 以前他们都觉得 就是为了让他稳定好看 这样子 卖相比较好 所以这个 这一支是 不过他颜色其实没有比较深 因为他其实是罐子的颜色 哦 你有闻到泥霉味了 他的味道 好重 也许泥霉味很重 不过我觉得那个 泥霉味的后面有一点点 甜甜的味道 喝喝看 那泥霉真的没有像 艾蕾桃那么的浓 浓 很甜 嗯 橄榄杯地的酒 本来就甜甜的 我其实没有喝到 很强烈的莱姆桶的味道 一点点淡淡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让他 整个更甜 因为莱姆酒本来就是 甜甜的 玫瑞也有一个 华香味 嗯 有哦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那一种感冒糖的味道 这次是蛮 蓝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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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辛辣 脂肌的感觉 我觉得有 葛兰菲蒂这个酒肠 这种很果香 很清淡的味道 那也是很难得 你可以喝到 有泥霉味的这个 的这个 葛兰菲蒂 那我觉得莱姆的酒桶有 不过比较清淡 不过当然 泥霉味是比较重的 唯一有 有一点点杏仁的味道 杏仁吼 有耶 因为 不是 在你喝完之后 对 后面慢慢 飘出来 对对 的确 我觉得这次变化 蛮大的 蛮大的 对 因为从一开始的甜味 对 到后面的这种 泥霉味 跟最后的这个 杏仁味 坚果味道 我觉得它的 反差 比较大一点 其实我们这次在喝这些 不同的酒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喝威斯基 一个很大的享受 我个人认为 它未必是 就是喝酒的 的感觉而已 就是说 而是 你去品尝 它虽然都是叫威斯基 不过它的风味的不同 然后去聊 像两个朋友去聊 所以你有没有喝到 有时候说 我真的没有喝到 我问你 就有喝到 蛮有 我觉得 那个都是 很独特的风味 对 每一个酒厂 每一个地区 产出来的 对啊 对啊 它不同的做法 好像这两个都是 葛兰飞机 它的味道 又有 实验有一点不同 那有的时候 有的人都会 那你讲这些 你讲 比如说 你讲到坚果味 它真的有放坚果进去吗 没有啦 它的成分就是 蒸溜过的 这一种就是 大麦或者是古类 这种 这边都是大麦 单一麦 或者这种 大麦的威斯基 再放进去酒 跟项目中的这种 对 的变化 跟气候 跟产地 为什么会有这些味道 就是 它很迷人的地方 也很微妙的地方 好 来喝第四次 是格兰飞地的这个 IPA 那这一支是什么特别的 IPA就是一种 啤酒的风格 India Pale Ale 就是印度淡啤酒 那它是这种 这是以啤酒来讲 它是放那种啤酒花 放的特别重的 当初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说 为什么叫印度淡啤酒 就是因为为了要让 这个酒呢 从英国运到印度不会坏 他们发现 放比较多啤酒 也是可以让这个酒 纯放比较多啤酒 在穿上 异菌的像 对对对 那所以就说 就叫IPA 那这个风格 一开始是为了实际 为了要保存 不过后来也变成 这种很多美国 爱喝精量啤酒 很爱喝的一个风格 那这个 Brian Kissman 这个 就是格兰飞地的 这个首席的这个调酒师 他就想到 那我们就拿一些 装过IPA 啤酒的种子 我猜应该也是 拿波本桶去装 因为波本桶它量大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便宜 所以比较多人 拿去装啤酒 都会是拿波本桶去装 那很好玩 他跟这个啤酒厂 有一个交换 就是说 他拿他们的啤酒桶 来装威士忌 那这个啤酒厂 啤酒厂也拿他们 装过威士忌的酒桶 去装啤酒 我没有喝过 那个装过威士忌的 这个 蛮酷的 对 他们就是交换 互相互助这样子 你会觉得它的味觉很特别 有一点点 但那个啤酒味 你有闻到啤酒味吗 那是很轻柔 在后面 在很后面 主体的那香气也很轻柔 对 不过有喝到 那个啤酒花香 在后面 我之前喝 还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到 今天喝有感觉到 有新酒有差 嗯 有差 比较打开 好 我看看 觉得如何 香气还蛮特别 它也是很温柔的一支酒 它的那个 香气都算是偏淡的 嗯 对对对 可能就淡淡的这种 啤酒花的味道 但是它没有特别强调 它有那么重的一个 一个 威士忌的一个 感受体验 这样子 对 也是很温柔的一支酒 那甜味也不会到很重 格兰菲利的酒 都是这样很轻 很淡 很温柔 对 我就要喝下去 甜甜的有果香味 然后呢 微韵之后 你才会慢慢感觉 那个啤酒花 有一点点飘出来 对 那比较多 我觉得感觉到 那个啤酒的那个苦苦的味道 是在尾玉 我这次酒我喝过几次 那老实说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因为给你喝 我觉得今天是我喝目前 最喜欢它的一次 我之前喝都觉得它有一点苦 不过今天喝都觉得还好 苦味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 它也是很适合这种放松的使用 对对对 真的好 因为它也是很温柔的 像老同在好对方按 你也需要阿波 你的腰在痛 是 好 那你请多喝一点 阿神应该多喝一点 阿神多喝一点 阿神多喝一点 所以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威士忌的一个酒桶之旅 希望这三集下来帮助你 就是说不只是风味上 还有就是说在整个为什么威士忌用酒桶 更有一些认识 那其实下一次呢 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个威士忌用不同的酒桶 可以去Google一下那个酒桶它的背景 那最重要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知识 所以根本还是找回来喝喝看 然后呢去比较一下 然后大概去认识每一种酒桶 它 虽然每个酒场都还是不一样 不过每个酒桶还是有它的一些性格 可以去认识它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特别多的酒桶 都开始来做不同的酒桶的熟成的实验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时期 来喝威士忌 一起交换这种喝酒的那种感觉 对啊 是很棒的 就是我们都说我们是品酒不酗酒 好这样 好那不知道你今天 你觉得以今天的心情 你选哪一支 我最喜欢应该是这一支 这一支吗 好 我觉得今天下雨天我选这一支 来干杯 谢谢你 谢谢 麻烦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 花五秒钟帮我们订阅一下 想一下铃铛 那影片麻烦也帮我们按一下赞 麻烦你就说这样是鼓励我们在下班之后 还像下雨天还回到这里制作这些影片 谢谢你看这一集的好总监 我们下次见 好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